像我覺得我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博士班 我覺得我最開心就是大學以後 因為大學以後我只要唸我喜歡的就好 不喜歡完全都可以不用唸 本班學生全都沒有戴眼鏡 來否定敘述 怎麼寫 本班學生怎麼樣 怎麼這麼老舍 希望有... 應該講什麼 本班學生沒有全都沒有戴眼鏡 應該怎麼樣 本班學生至少有一人戴眼鏡 因為你說沒有嘛 我就說至少一個人 是不是就他的反向 這個是什麼觀念 邏輯的否定觀念是 一粒老鼠屎就壞了這一鍋粥 所以只要一粒老鼠屎就好 只要有一個沒戴就好 就會壞了全班都沒有這個情形 你不用要壞這一鍋粥丟整鍋老鼠屎 聽懂意思嗎 我要壞這一鍋 等比例老鼠屎倒進去 不用一顆老鼠屎就沒人敢吃了 知道這個意思吧 了解齁 哪一個哪一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常常還在唸我兒子寫錯字 結果自己也在寫錯字 好吧 爸爸對不起你 啊好啦沒關係 上面就寫戴咩 對不對 有沒有carry咩 對不對 是不是又不是有沒有put 對不對 是不是 隨便啦 那戴眼鏡要用什麼詞 Aware 對齁我剛剛也是這樣想 不錯啊你們上大學會更開心 如果你發現高中就已經很開心的話 我跟你講大學會開心 大學如果你念到自己喜歡的科系 你會更開心 因為你四年都念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像我覺得 我國小 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 博士班 我覺得我最開心就是大學以後 因為大學以後我只要念我喜歡的就好 不喜歡完全都可以不用念 真的 所以我每天都過得很快樂 超級快樂 就算那一科很難 你讀起來還是很快樂 因為你很喜歡那一科 欸真的是這樣 所以你要撐過這個階段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你要選到自己想要的 老師今天中午不是講說 哥哥叫 建宗的 他建宗畢業喔 考上成大工業設計 他今天就中午回來找老師嘛 重點是他去念工業設計喔 他說 他本來想念醫工的 他想念醫學工程 可是他就想說 因為他沒辦法進成大醫學工程嘛 所以他就先去念工業設計 結果他想說 工業設計原來跟他想的不一樣 瘋狂畫圖 一直瘋狂畫圖 他說很恐怖 每天都可能兩三天不睡覺都是正常的 放假也都沒出去玩 放假都在做作業 然後每天在做作業 有時候一天都只睡兩個小時 他說一整個學期都這樣過 到什麼時候才休息 寒假才開始休息 他們教授講 我這個作業 花你們30個小時做是很正常的 下個禮拜就要教 所以這個禮拜出30個小時是很正常 你看我們都花多久 一個小時吧 對不對 但是說這樣超會學到東西啦 但是老師講 如果他一開始就可以學到 他想要的醫學工程 他是不是又 可能又會被操得更開心 對啦 真的是這樣啊 我今天很喜歡賽車 賽車有沒有很痛苦的部分 有啊 我每次要坐上賽車的時候都在想 我為什麼今天不在家裡 坐在沙發上吹冷氣 為什麼他在那邊緊張的鑰匙 我為什麼不在家裡抱小孩 我女兒那麼可愛 我為什麼不能整天跟他玩就好了 對不對 我每次在那邊 喔那麼累 然後這樣流汗 然後又痛苦 然後又在那邊競爭 然後緊張的鑰匙要出發 然後這樣上廁所 覺得一直上不乾淨 然後怎樣 到底要不要尿尿什麼 要不要大便 真的我真的不騙你 但是你會不會想去坐在那裡 會 你就會去想去 享受那個自虐的感覺 然後最後站上頒獎台那個感覺 知道嗎 人要有點自虐啦 真的我是覺得人要有點自虐 人都是被人家逼出來的 欸沒有逼你 通常都是RELAX在那裡 老師一逼你 欸我跟你講這樣不行喔 好 好我走一點我走一點 人家是逼出來的 真的啊你 如果有人可以逼你 或是你自己可以逼你自己 我覺得這都蠻好的 嗨大家好 如果你看完我們 欸不然 嗨大家好 如果你看完我們的影片 對我們的教學 認同的話 喜歡我們的教學方式 想聯絡我們的話 可以看YouTube下面的說明喔 歡迎把小孩子交給我們照顧喔 你看現在還有學生 在這邊念書 而且你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幾點了 天啊 天啊